卷起袖子捐热血 台湾捐血量世界第一 不过医院中心的数血量也很惊人 达到12% 比香港多出两倍多 更比美国多出三倍 刚在临床上输血没有一定的标准 其实在台湾的医师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治疗上非常的积极 然后有些病人他的病情有些变化 可能在输血这个部分 门槛就会放得比较低一点 那老年化的社会的话 就可能用血量就会大增 例如他就有住院的需求 有慢性疾病 甚至手术的机会就会比较多一点 20年前我们大概小于20岁的人 可以捐到35万人次 然后今年大概只剩下10万 那捐血当然是少使化影响 会影响到这个数量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指引 我们其实是抱着非常 就是非常期待 也希望这个东西其实推动下来 其实不仅是照顾好我们输血的病人 那我们在捐血这一端也能好好地去规划我们的血缘 说到少使化影响 年轻人的捐血量不如以往 常捐血的年长者只能捐到65岁 协议基金会期望 卫福部能制定用血指引 让每代血都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明显问就美国的红红土豆 好